美国完全停止向中国石油供应俄罗斯,这不是大新闻。 美国对中国石油供应在两年前开始,如今因贸易问题,在双方的相互来往中,虽不涉及石油,但中国企业决定暂停购买美国石油。 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完全停止,但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,不光是环球叙事兵这么认为,而是俄罗斯能源部长也这么表示,俄罗斯能源部长称,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石油并不是什么重大新闻,因为涉及的石油采购量很小。 确实,对于中国而言,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只占进口总量的3%,中国可以重新选择其他的石油出口国,轻易就能将其取而代之。 而此次发表讲话的俄罗斯无疑是可以提供石油,给中国的石油生产国之一。 实际上,中国大部分原油来自俄罗斯,进口量从2014年的66.5万桶标升至去年的120万桶,但对于美国而言,停止向中国供应石油,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大市场。 中国对美国石油的进口仅次于加拿大,约占美国石油出口总量的20%,8月份,美国日均石油产量为1090万桶,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